當然這本書我們會發現這個題目一定的非常好 就是說有典藏家庭 那這本書能出版首先當然要先感謝這個典藏出版 藍玉琪 那其實因為這本書我們發現寫作的時候比較沒有拘束 原因就是因為其實你在台灣來真的找不到一個雜誌 願意讓我這樣子寫 不管是哪一個地方的雜誌 因為不管要學術性還是非學術性的都會有違反 那當初要開這個專欄的時候 其實藍玉琪就跟我說 小藍就跟我說隨便你行 你高興怎麼行就怎麼行 你開心怎麼行就怎麼行 完全沒有限制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這個行為 就是有些時候比較天馬行動力 但是就是 就是我等於是沒有顧慮到很多 那我其他的這些文章如果你有 有機會看到 你會發現 顧慮到國民有很多學術迴法 什麼能寫 什麼不能寫 什麼會得罪的 什麼不能得罪的 所以那種文章大概就是 實力 好像是你在華山論劍的時候 你的手跟腳都被綁起來 就是什麼都不能發揮 那文章大概是這樣子 對那這個我們就是來開始 當然這個書我想很多人都有 那我今天介紹的 有一些東西是書本上沒有的 當然這個字就是很多人應該都猜到 是誰寫的字 這個人並沒有出現在書裡面 書裡面有介紹很多很多人做 這個很多文章 但是他也是非常適合用來做設計 所以可能很多人都猜到 那就是文真語 文真語本身個性就比較曲奇 所以他寫字呢 如果你去把它的名都找出來看 基本上你找十個名 十個名都長這個樣子 所以但是呢 很有趣的是 最近我接到幾個 幾個跟設計有關的那個 的case 都發現 選來選去呢 文真語的字 最適合拿來設計 因為他的字設計感最強 物以類聚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做設計 那他只有設計感最強 放在一起就很好看 那如果你是拿 那我也試過拿書東波的 拿其他人的 其實都發現 格格不入 就是你會覺得 好像會破壞書東波的美感 破壞其他人的一些東西 就是文真語的最不會 這是封面 那這個是剛剛提到的這個專欄 開始就是如何欣賞書 那這當然就是 也是我自己選過 我 我印象如果自己聽的第一場書 把你人講話 聽完之後是 從頭到尾都聽不懂 不知道在上面講 我在講什麼 我覺得很好奇說 他自己真的懂 他講出來真的懂 對 那 這個專欄寫的目的就是 希望用 最白話的方式來介紹書法 就是把那些古代的 文言文在不懂一懂的都拿掉 但事實上也有人跟我反應說 一書裡面好像蠻多 還是蠻多文言文的 為什麼要放這麼多 其實 這就是孔子講的 德不孤必有靈 有時候我都想說 是不是只有我發現這件事情 發現不是 其實我當然很早就發現了 他們把它寫得非常的 非常的低調 那我們現在在研究的人 就很容易忽略他寫的東西 事實上 他在行文裡面都已經發現了 發現了一些祕密 你們看著我那個書 就會知道哪些秘密 很多 所以這裡面其實就是 在講這個 書法到底要怎麼看 其實很重要 怎麼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很多情況下 我們不只看書法 是聽書法 如果你們到那個 故宮的展場 你會聽到說 某某某說哪一件書法 寫得非常好 誰誰誰說他寫得非常好 那你可以問那個人說 那他到底他在哪裡 他就停了 不知道 他講不出來 那事實上好一定有原因的 比如說你吃一塊肉 你覺得那個肉質好 還是怎麼樣 還是要烹調的很好 一定有原因的 不會說 是因為隔壁的老王跟你說 那塊肉很好 你就說那個很好 絕對不是 所以一定有原因 那這本書很重要就是 其實我們要把我們 生活中的經驗 轉化成這個 書法欣賞的部分 那這個轉化的過程 其實不會太難 你只要常常練習 還是有機會的 就說這些技巧其實你們都有了 可是你們在看書法的時候 就把它丟到那邊 就想說啊 這個書法很難 可能會看不懂 所以這個東西我就用不到 事實上你們仔細體會一下 待會我會有一些例子給你們看 就是 其實你們應該都看得懂 那接下來這個就是 我們先看這個 這個我想應該很多人 都知道這件作品 到底好還是不好 這個我看到我書裡面 也有看到這件作品 答案是 他跟翁錫茲的風格 沒有太大的關係 因為他是一個靈本 可是你看 錢隆隆帝寫了一個神 很大的神 非常喜歡 非常喜歡 那他旁邊又寫了 平 龍跳天門 古臥風格 那這是什麼呢 這個其實就是 書法之難就難在囉 你看這個忠友 我們都知道忠友 大家讀書都知道 忠友是 楷書的始祖 那你看喔 忠友他說 他曾經看過這個 蔡博士的這個筆法 放在這個偉旦的座上 他想要不是要不到 很重要的 但是後來他苦求不得 等到偉旦死的時候 他才去 把他盜怒 把他的筆塔挖出來 睡得知 然後 故知多立風經者是 無立 無今者病 一一重其消 喜而 用之 有事更了 忠友都已經是大書法家 他還要去 想辦法去弄這個筆法 顯然這個筆法非常重要 但是重點是後面這個 你們看這個 多立風經 他到底在講什麼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當然你可以假裝知道 我好像不知道 什麼叫多立風經 事實上他有舉個例子說 那請問哪一個作品是多立風經 那你可能會舉名真卿啊 蘇東坡啊之類的 那你沒有錯 那書法難就難在這些句子 全部都是由這些去堆砌的 然後你們看到禮服的時候 送到五個群的 他剛剛講 我們剛剛看的就是 這八個字 其實是梁武帝在平 王昕這個書法 那那個 乾隆抄直接把它抄這樣 你看 龍跳天文不握風 然後我們有講什麼 是何等於 他說這在 這百話我們就是說 這到底是在講什麼鬼話 我怎麼都看不到 當然他還用了一些句子啊 說我們語學者要帶入人 你知道什麼是入人嗎 入人其實 查一下 我們現在很方便 現在做研究 已經滿方便的 入人就是感動人為人所感受 或是理解啊 就是說他講這些話 其實是沒辦法大動的 或是我沒人理解的 米服是這樣子講的 事實上是可以的 我說你沒有距離 為什麼 龍跳天文不握風 確實可以拿來形容王昕之 其實就是有點像是那個 就是因為他們講說 靜如處子 然後動如脫 這個那種效果 就是動跟靜都很合理 那這個有趣 這個有趣 那米服自己怎麼形容 然後他說老杜哦 杜施 那個杜浮行這個 然後他形容他的字叫做 比比如真餅 然後補治 補治像人握了全 身體而立 醜怪難中 後面這個都還沒來清楚 比比如真餅 好像也很清楚的人 事實上不清楚 因為 我們並不知道真餅是什麼 看一下真餅很複雜 非常複雜 我們大人教壞的叫坎餅 為什麼坎餅 坎餅其實原來是真餅 因為必會造真 改成坎餅 這是宋太講的嘛 就是不准什麼 不准百姓點針 直准周關放 不能點針可以放 所以改成坎餅 那真餅是什麼 很有趣喔 宋朝的時候 一面粉 這個叫餅 所以他們的麵叫湯餅 湯餅是湯麵 我們現在叫湯麵 他叫湯餅 用燒的叫燒餅 然後水煮的叫做 就是湯餅 真楼叫真餅 那我還是不知道什麼是真餅 到底什麼是真餅 除了真餅之外 那也有學者認為真餅就是現在的饅頭 但是呢 歐陽修講歐陽我俗就是歐陽修 我們看一下 歐陽修他在譬如書的時候提到說 書是非者 譬如後裏饅頭 顯然是北宋的一種饅頭 那最詭異的在這裡 宋朝稱包子叫饅頭 稱饅頭叫饅頭 那你就整個就毀了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在講什麼 到底是饅頭還是包子 那就是圓圓的 所以 所以當然看不懂 那就因為這樣子 從你看宋朝到現在千年了 其實我後來看書法史也沒有去把這個真餅 真的你要寫這個書法史 就要把這個真餅 這個饅頭就搞清楚 那就又跑到了那個飲食 我忘記了 所以其實要研究書法史 因為書法跟文人的生活太密切了 我都覺得比如說什麼柴米油原醬醋茶 其實書法筆這個東西它更貼切 因為以前的文人 你知道以前古代的書法家是不太洗筆的 為什麼 因為它從早寫到晚 那個筆根本沒辦法洗 因為你洗了等一下又要沾 那有很多筆會壞 基本上不用擔心 它在那個羽爛掉之前 它就把你寫壞 所以它基本上沒有在洗筆的 那日本有幾個書法家其實也是不洗筆 從早寫到晚 那另外一個是布國墨 那有人說整個塊布國墨 果然又沒有墨字 有喔 你如果有沒有國墨就知道 羅墨的時間要非常久 所以文人不可能自己摸墨 是書童在摸的 連那個大書法家余優的 都是布國墨的 就是他都是那個副官 所以文化把它倒在那個盆子裡面去寫的 所以古代的書法家都用墨字喔 就是比較有 怎麼講 比較像樣的書法家 那不像樣就不算 因為他自己摸墨起來 那就是一個窮書法家 所以大部分的書法家 是用墨字的 反正問題來了 就是我們這本書要解決的問題 第一個 你會問貴子 書法都看得懂 正常的 正常的 所以說這本來書法家的會話 本來就不是給一般人看的 所以如果你們今天看了 什麼的經典 你要感到比較開心 就是 你可以晉升到某個階級 在古代就是晉升到貴族階級 因為這本來 書法家的會話 就是設下層層的限制 它不要一般人看到 所以你看不懂是正常 並不是你一場 是正常的喔 所以很有趣喔 你看全世界的藝術 都是要普及化 讓全部的人知道 可是只有中國藝術不是普及化 越來越狹窄 你們知道什麼最狹窄 鑽科 鑽科最後你連鑽字看不懂 你還給幫你欣賞 書法知道 你還看得懂楷書 鑽書 鑽書如果你不懂鑽字 你要欣賞什麼 你連它在科整的也都不知道 所以鑽書是大概是 最晚出現出的鑽動藝術 它也是最極大稱的喔 有點像裹小腳的那種感覺 把它放個絲絲 第二個 藝術真的很主觀 那這本書可以解決兩個問題 就是 書法可以讓人看得懂 第二個 藝術其實很 書法藝術其實很客觀 那為什麼說它很客觀 其實你們想一下 音樂跟舞蹈 很主觀嗎 沒有 它其實還是很感性有沒有 你們想一下 出產最多音樂家是哪兩個國家 德國跟俄羅斯 請問這兩個民族是感性民族嗎 還是理性民族 是超理性民族 所以音樂其實非常吸引 因為它的節拍算非常精準 像我的老師他在 在美國教明國學生的時候 有提到說 他發現所有的學院裡面 你們猜誰的書法寫得最好 各式各樣的學院 各式各樣的科系 兩個科系 數學系跟音樂系 的書法寫得最好 寫得最差的是什麼 文學系 太感性了 因為書法其實沒有那麼感性 它其實有很多 技法的層面 大概站了九成以上 對 那後面的部分 就跟音樂一樣 比如說你要去參加音樂比賽 就你拍子跟節奏都都不準 怎麼參加 一定是要被拿到準 準到百分之一百的準 之後才能夠有那麼一點點個人的 所謂的情信放進去 書法也一樣 傳統藝術大概都差不多一樣 那這問題很有趣喔 很想這樣 那小朋友看到就會問什麼問題 這個問題是大人問的 小人就問說 大人會怎麼那麼愛喝咖啡 因為這個出來實在比較好喝 這就是問題就在這裡 因為喝咖啡需要相對應的文化知識 小朋友並沒有 所以就是說欣賞書法 需要相對應的文化知識跟技巧 喝咖啡也要技巧 現在台灣人很會喝咖啡喔 應該是全世界最會喝的喔 好像是一年每個人會喝幾杯嘛 然後什麼單品咖啡 什麼阿拉比卡豆什麼都有 所以 那個就是技巧喔 那就是你喝咖啡的技巧 當你都沒有的時候 我講一個笑話 你今天有一個很有名的 很有名名人的爸爸 就是那個 台北第一家西餐廳開幕的時候 他被招待一次西餐 吃完之後 我去他的家人問他說 那個西餐到底要不好吃 他說很好吃 但是好像有毒 他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最後要喝一杯中藥 所以 所以當你沒有文化知識技術的時候 你就會把咖啡當成重要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當你看書法看不懂 我說其實也很正常 因為你沒有相對應的 的那些文化知識跟技巧 那這本書裡面其實也會提供你 基本的 的東西 就是尤其是前面的一個章節 非常重要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書法史走到今天到底發生什麼問題喔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不用寫這本書 就是繼續用就好了 大家就可以繼續用 就是有問題 這個是 我們還檢體知道 這本書在寫書中 這是 東晉唯一有存下來的 真情 他不是雙勾本 他是真情 王徐的火源點 他本人比較不熟悉 但是關心 我們看一下現在的問題 王徐本人有書 你出現 風神俊男 瀟賞合理 這就是民府講的 是何本義 這是什麼話 好 請問什麼叫風神俊男 什麼叫瀟賞合理 如果說 欸就是這樣子啊 你看這個就是 風神俊男 瀟賞合理 不對喔 不對 就是很難對應起來 然後又講這個 在王氏家族的基礎上 治菌 什麼叫瀟賞合理 這句話 根本就是還是一個大文號 根本沒有知道這是什麼 具有崇高的地位 你有嗎 有崇高的地位 好像沒有 因為很多人說 根本沒聽過王群 他是山西 山西堂的山西鐵之一 王群的火源點 所以這個跟這個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啊 就是他是不然去從哪裡抄過來的 對 那抄過來就大概一直用 那有一個現象就是 有時候你比如說 欸 你就舉手發問說 為什麼他有風神俊男 跟瀟賞流離 那 可能那個被問的人就會說 阿如果你連這個都 搞不清楚你怎麼學書房 他就會用這樣子的句子來 提示你們兩個人的發問 那這是不對的 這是不對的 他到底應該是要把他解釋的了解 什麼叫風神 什麼叫俊男 俊是哪裡看到俊 浪是哪裡看到浪 浪是哪裡看到浪 瀟灑在哪裡 流利在哪裡 全部都要把他講出來 如果沒有就是沒有 沒有就是沒有 這個我覺得就是 我在工學院做到的訓練 因為我們以前做實驗 我都記得 在那個試量館做實驗的時候 那個結果沒有就是沒有 你要去 那這種簡那個時間 我把它丟進去 到那個宗教打分數才有 不然還是沒有 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 所以重點就是好在哪裡 美在哪裡 那我們大方先知道好 你才下一步才會知道美 那加起來就是好美 我的書法就是美 所以這到底好在哪裡 美在哪裡 那透過這本書的前面的章型 所以要先從好 再到美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本書最重要的部分 其實在前面十二章 前面十二章 從這裡開始 默衡第二章開始 或是其實第一章就開始到十二章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還有點像現在的 現在我們是很多什麼什麼表 什麼巴斯亮表 什麼表 你們不要生氣 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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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做一張表 幫他打分數 所以你每次在看書法做主的時候 這十二章如果都有缺料沒有看到 就表示看的不全面 即使你都看到還是不全面 因為遠遠比這個更複雜 這個只是歸納出來 大家比較容易理解的 還有一些東西會反其道的形容 就是截肢 我們如果覺得他截肢是緊的是好 就是會有鬆的 一樣 這個世界就是這麼有趣 比如說我就說 大家覺得這個封面好看的舉手 就可能會有一半的人覺得不好看 那覺得這個不好看的 就會有一半覺得好看 這我試過太多次了 在我們故宮組的文貴堂演講 你隨便打一個字 說好看的舉手 不會全部都舉手 一定有人覺得不好看 就跟美女一樣 覺得這個美 就會有人批評他 說不夠美 好 所以前面這些很重要 這些就是觀賞出法的時候 會用到的所有基本的技巧 你該用的技巧 那其實你用的就是蠻詳細的 但是沒辦法運用的 非常的詳細 比如說 光是一個比如說提案 那我可能只能舉起一個例子 那你在用的過程中 可能工法有特別 那這個時候就是 就是你要自己去精進 看看要怎麼樣去精進 看看要怎麼樣去精進 那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這個顏真慶的機制稿 它就是一個草稿 這件 是顏真慶傳世的文藝真實 文藝一件真實 那很多人就說這個哪有好 尤其小朋友看到說 我作業寫成這樣才得了 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不只媽媽那一關貨會好 到老師那邊可能被撕掉 結果這是天下第二行書 你們都知道天下第一是藍田 天下第一是藍田 可是藍田已經不存在了 它是一個虛無飄渺的 藍田有點像東方伏伴 就是因為你永遠都看不到它的正面 所以你永遠都打不敗它 那真正摸得到是這一件 就是我們實體上的天下第一是 即使文藝 所以這就是天下第一 天下第一的作品 但你講說不怎麼樣 這天下第一怎麼不怎麼樣 那通常這個時候 我自己就會覺得是我看不到 就像跟那個 你若看金庸小說 真正的武林高手 在那邊掃地生的最厲害 你說那個不怎麼樣 是因為你看不懂它到底多厲害 而不是真的啊 不怎麼樣 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在歷史上的評價已經 到了一個就是說 幾乎沒有人批評它 它完全沒有負評 都是正評 百分之一百正評 我們看一下一個人怎麼形容它 當然這個球進啊流力啊 天造這個都 都比較抽象 那比較抽象的話 你要怎麼辦 就是很麻煩 所以你去讀這些呢 到底能不能讀得到 其實是讀不太多的 然後加上 蘇巴斯在形容作品的時候 很麻煩的是 有時候它是形容 字 有時候是形容 寫字的那隻手 有時候是形容寫字的那隻手 有時候是形容寫字的那隻筆 它主詞 因為中國人最喜歡省略什麼 主詞 中國人最喜歡省略主詞 而且主詞還會跳來跳去 會從你我他在那邊跳來跳去 所以很麻煩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 他在形容什麼 所以就是米芙講的 他覺得很痛苦的地方在這裡 那所謂的現代的 也就是 變薄跟 我看一下為什麼這個是比較便 這個是比較厚 其實很清楚喔 兩個都是浮州 這兩個浮州 因為它很多非法 它其實沒有那麼多非法 但因為末量的關係 其實現在如果還有那個電腦分析 你把這些用那個 比像應該有的圍基哥的搶的 然後圍基哥的卡擊分一下 你知道 這個的基出來的那個數字不一樣 那它的末量越多 你看起來就會越厚轉 那再加上為什麼它會厚跟薄 就是因為跟毛筆有關 毛筆的形狀 那我一直在想說到底是誰發毛筆 我就知道 那個原子筆 日本人家稱為萬年筆 其實稱萬年筆應該是它 這一支筆 恐怕再用一萬年就還有多 就是說它的 它可以開發的功能 就是你看西方的 不管是水彩還是油畫 各式各樣的筆 就是都沒有做毛 金尖的毛尖狀 因為這個毛尖狀 就特別難控制 因為它那個毛巾會跑出來 特別難控制 也表示它特別的變化 特別的多 所以它基本上它具有千變萬化的能力 它能夠寫出什麼樣子的線條 斷看這個用力的功力 沒有它寫不出來的線條 待會我們就會看到 為什麼會這樣子講 就是沒有它做不出來的事情 只有你想像不到的事情 你們看這個 這個其實就是 顏真慶的作品裡面 它寫的比較標準 所以有人說 這支筆是一支圖不好 其實不是喔 注意看它筆是多好 可以仔細看 它其實是用筆籤的 其實我們現在人 寫書法其實蠻幸福 學書法很幸福 因為我們現在的那個 科技的進步 隨手可的這些很精美的這些圖片 古代人是不可能的 很多書法家寫到斷氣那一刻 都還沒看過氣質那麼高 我講真的 然後你問他 王羲之有沒有看過 絕對沒看過 為什麼他可能是在 某一個大收藏家手裡 類似我們說 我們台灣那個科技的那個大 那 你把你先生手上做 假設我還沒見王羲之的 那你怎麼可能跟他借來看 他也不會借你看 他不會不順便的看 那這個也是一樣 假設你知道誰的手上有什麼收藏品 你也見不到這個東西 可是現在有一個博物館 所以你他展出的時候 你就可以天天去看他 你愛你一天去看三次也可以 所以很幸福喔 所以我們現在一天看的作品 可能是古人三輩子看作品的量 所以沒有到底寫不好吃 寫不好吃是你的問題 是那個喔 我們現在條件好太多 飛上飛那麼多 你看他即使用的偏峰 剛剛我講的那個扁薄 就這個很明顯 這個 他這個在文書裡面都會解釋 為什麼他會偏扁 偏薄 原因就是因為他的抵峰的 御用的關係 然後抵峰御用的關係 那這個就是在絕對中峰的情況下 線條就會出現有在院後的感覺 就是因為 你們注意看這個扁薄 這個是有弧度的有沒有 中間基本上是直的 也就意味著 假設墨子從這邊開始起跑 你們覺得誰會先跑到終點 中間的嗎 邊邊的至少要到遠路 到遠一點 所以 也就造成這個線條 的中段 你看這個就是都是中峰的 他的中間 如果你可以把它放大再放大 把它變得細微的時候 你會發現 中間的那個墨量會特別多 會變量變得多 所以才會造成 看起來有那個 比較豐厚的那個效果 好像這樣子的效果 像這樣子 圓圓的效果 那這個因為他墨量少 所以他就會出現比較扁 扁掉的那個效果 所以最基本的 其實你要分辨出這個線條的一個 的圓跟扁 這是最基本的 如果你分不出來 其實你沒辦法看得懂書房 永遠沒辦法看得懂 就是亂看 瞎看 不知道在看什麼 主要還是線條 結構這些都不是 不是那麼重要 最主要是線條 這個線條就決定一切了 因為當你線條能夠寫到 原真心這樣子的厚度的時候 你的結構不會差 為什麼 你這個字可能練過一萬遍 你知道嗎 各種結構你都寫過 結構是可以假裝的 假裝的 但是線條是裝不出來 所以現在很多練書法的 就是說寫書法的 其實把那個力氣 花在那個結構上是 方向是比較 比較不是那麼正確 應該是花在線條上 那後面他就是實戰的演練 所以就會有 作品 你看就是這些磁座 基本上都是磁座 那不過我們在那個專欄 那個頂頭雜射專 那邊開始出現那個 不好的作品 就是說 我前面講說 12章可以拿來看 看作品 那都是看好的 好的那不用看 都很好 你看這個蘇東波 剪刺立幅 然後趙孟芬的戲 這些就是國寶 基本上都是在我們文化部 訂的等級 還是國寶等級 那沒有不好 就是非常好的 千古傳世民作品 那能不能拿來看不好的作品 可以 也可以拿來看寵物作品 不過這一本沒有 這一本都還是好的 都還是好的 所以就說 書法怎麼這麼美 怎麼美 還是美 沒有到醜 所以有機會 下一本就是 書法怎麼這麼醜 還是寫得很好 對 就是說 好跟壞 跟美跟醜 不能化上很好 我們記得有一個 007的女 是長得很有個性 那個英國那個 不是有年輕 對對對 那個其實沒有人會說 他長得很美 但是他長得很有個性 那他就是一個好演員 但是他不是那種帥的美的英國 你知道嗎 所以你們要從概念去想像 就是說 不一定的字醜就不好 跟狗一樣 所以說狗 越醜 越醜越貴 就是類似類似 所以其實你們都有這個 各種能力可以去分辨 剛剛講的 就是舉例 舉這個書裡面的兩個人 那嚴禎青這些金剛看 你看 像他這個五成這兩個字 就是 他就能很巧妙的 運用這個蜜蜂的變化 他轉過來之後 蜜蜂讓他偏掉 所以你可以發現 他幾乎是非白 那有人說 那沒有水 自然就非白 不是喔 不是喔 所以其實很多書寶家 都可以先寫非白 再寫農 所以你看 他一轉過來 一轉過來馬上就有墨了 再寫就是非白 再轉過來也是有墨 所以他是一筆寫下來 又濃有墨 又濃有淡 又乾又苦 這是他控補的技巧 所以有人說 這件東西 什麼延珍青的什麼 綜藝之氣流露 有什麼紙上 有沒有看到 哪裡有綜藝之氣 那個可能 比較難更難 就是那個綜藝之氣 可能是有 但是以目前的 學術界的研究 並無法做到 到底哪裡可以讓 看到綜藝之氣 所以德拉斯是傳說 傳說派有綜藝之氣 我們就放在心裡面 看看哪一天 你在看他的時候 突然跳出來 你就看到了 最有趣的是這一筆喔 這一筆 幾乎是書法史上 最神奇的一筆 他的筆 筆的厚度 大概是這麼厚 頂多是這麼厚 可是你看他把這支筆 幾乎壓到整個已經開插 開插到幾次了 這樣子的筆 在其他的書法上 也沒看到過 顯然從這個地方 就可以推測 顏真青的用品技巧 非常的好 幾乎已經達到了 最高等級了 我發現這些 所有的書法家 你聽過的 沒聽過的不算 聽過的 蘇東坡 寶田堅 顏真青 他們在技巧上 都 如果去參加 所謂的什麼 柴可夫斯基鋼琴大賽 都可以拿第一名的 這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如果這個最基本的沒有的話 當然你也沒聽過他的名字 所以技巧還是很重要的 這個技巧基本上是完美的 完美的 最有趣的 這個就是書法為什麼可以模擬自然 這就是書法迷人的地方在這裡 因為書法他本身他不是一個 他不是去畫一顆蘋果 或者是去畫一隻動物 但是呢 他居然可以寫出動物 他可以寫出各式各樣的東西出來 因為他的關係 所以你會覺得這一點有什麼 生氣 不是我們生氣 每天生氣的那個生氣 生氣這兩個字很重要 生氣就是有活潑的那種感覺 活潑這兩個字也很重要 在書法的健常時期非常重要 活潑這兩個字如果你有修煉的人一定知道 靜坐的時候最忌諱 進入那個枯脊的境界 要有活潑氣 對 那你枯脊就很麻煩了 這次活潑就非常重要了 活跟潑他就出現了 所以你的字就會活起來 所以我們靜淡的那個大書法家 你不要認真講一句話 書法呢都要像一個健康 每一個字都要像一個健康蘿蔔的人 而不能生病 所以其實如果你去看書法市場 很多座品他那個字是生病的 是生病的 所以很嚴重 那這個當然有沒有 他是一隻健康蘿蔔的雞 攻擊 有沒有超級像 那那個比這邊一定是 應該是他比的寬度的 可能兩三倍 那個比應該整個還差 可是最厲害是後面這個 他還是把他收起來 這個就是第一流書法家 跟第一流的演員 比如說我剛剛上台的時候突然跌倒了 但是我會爬起來跟人家說 我是故意的 只是要讓我一想一下 這就是第一流的演員會做的事情 就是修飾他 比較差一點的書法家到這邊 我跟你講就放棄了 這張可能就扔掉了 因為他這邊就活掉了 可是他沒有 還是把他收起來收到這裡 然後形成了一個非常活潑的這種線條 這樣子的東西在書法史上非常多 很多 待會兒還有非常多 但是我書裡面 大概都只能夠舉兩個例子而已 不多 沒那麼多 那再舉一件助語的這個草書 這件當然草書 可能就很多人看不懂 因為草書它本身是一種特殊的字體 他不是把我們的楷書寫快一點叫草書 不是嗎 楷書寫快一點叫信書 行雲流水的行書 那寫的他本身自己有草法 所以如果你要學草書的話 要背這個草法 那這個字你看這個書裡面有 就是 因為分享過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看一下書裡面的內容 你看這個字是唯唯唯的唯唯 但是寫到這樣子大概就毀了 因為離太遠了 所以他做的是什麼 他做的是一種解散的動作 那這個解散其實很符合我們現代藝術講的 解構 解構主義的那個做法 那他是誰 他就是柱子山 就是唐穎的那個好朋友 如果你們有看周星之年的人 他的個性大概就跟那個差不多 六曲的兩個人 他跟唐穎兩個人 所以你們看這個 他利用這個 筆畫的這個 當然你們如果有書可以翻到這邊 其實這就是講到 怎麼去形容這一個這個字 你看單一個字 其實單一個字 不只可以寫這樣子 要寫一篇若果年沒有問題 就這一個字 那剛剛那一篇 剛剛那些作品不知道有多長嗎 有14公尺長 那裡面好幾千個字 可以寫好幾千個字 所以你看其實他 他這個其實就很像 我就覺得他很像一個 懸崖上面的兩隻鳥這樣飛下來 所以你在看的時候 當你能夠運用這些 書法技巧的欣賞的時候 你看到我不會是覺得他是一個敗品 他沒有 因為他這個有動作 他寫完之後會把這個動作 手的動作引到這個地方 再引到這個地方 然後再引到這裡 然後一路這樣子滾下來 如果我們有騎那個自行車下坡 大概是這樣子 那種往下衝的那種 有那種效果 所以其實你在看書法的時候 是會把你的生活的經驗 放進來一起看 不會單純只看這個線條 當然你可以選他 這些用筆怎麼樣 可是這個就是 就是我剛剛講的 前面12章的規則 會有特例 就是說 他這個時候其實已經不在乎這些小地方了 為了藝術性的效果 他會去 斟酌這些小的地方 這是這一個字 另外幾個字也很有趣 你看這三個字 這三個字 這三個字是環 環來的環 海 還有的海 你看這三個字 這個像不像一個人在滑船 那這個像不像 好像水住 然後沖到這個碗裡面 噴出來 那這個像不像一個人在跳 也就是當你的字寫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其實你的智慧出現某一些姿態 對 你看這姿態是自然出現的 他不會是刻意出現的 好像文貞銘的事就比較刻意 所以文貞銘的地位 始終沒辦法 就像柱宇明這麼高 在書法史上 他還是比柱宇明在 就是說 也不是說給他插 就是他不喜歡描現這樣 這麼活潑的東西 他這書裡面讓我們介紹 介紹這三個字 這是舉例之外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把同一篇的幾個字 拿出來看 就可以發現 書法家在創造他們的時候 用了很多手法 所以剛剛前面的那些章節 其實都是在解釋 比如說這裡有了轉折啊 頓挫啊 他的所謂的中風天風 他怎麼運用的 這些都是講究的 他不是隨便出現的 那你們要知道 他是不是隨便出現很簡單 你就是把他拍起來 用小畫起來 把他塗一塗的 你覺得他這個 這個天風不好看 就把他塗一塗 其實他這有像那個 煙的那種炊煙的效果 但他如果寫得很死 那個效果就不見了 就會變笨 所以他們這些的字 根本沒辦法動他 他就是瞬間就達到 我們去找完美的境界 好 就是達到非常非常漂亮的境界 基本上都動回來 你們可以試著去動看看 所以裡面蠻多 蠻多這樣子的例子 那這個例子 你就可以去 仔細的去 去怎麼講 去玩味他 到底是怎麼樣看這個字 基本上每一個書版 在看的時候 都有這樣子的效果 那鑑長的 的 步驟或是所謂的 線條 點化 解釋空間 我還幫你表現 大概這六個是最幾個 當然線條 是最主張的 你看線條 前面就十二張 就像是九五個 我就跟一個朋友聊天 聊到他就想說 我們怎麼看書畫 那件事情 我跟他說 再等一下吧 等八月之後 我的書出來 那個一本書是在講線條 好跟不好而已 就一本書 就這樣好跟不好 就要用一本書 所以怎麼看 其實可能要只是本書 就是沒辦法 在這本書上面去講怎麼看 這是一個原則的問題而已 所以線條是生命 就是所有的生命 待會我會再跟各位解釋一下 線條不只是書法的生命 這個 這個人的作品 書裡面也有 應該有人證出來 白書 當然很多人講說 他是假的 什麼傳的 不管 這件東西就是 黃巢裡面的第一名 那白書當然是寫 黃巢寫得最好的 但我自己是認為 這件是真希 一定是真希 不可能是假的 宋代的人寫不出 這樣子的字 絕對寫不出來 因為這件在我們 過關國務院 在我們立場上 要說他是真的 不過也真的是真的 不是這立場的問題 這寫得非常好 因為有很多東西 過去並沒有發現 你們看這個油 你們會不會覺得他很特別 確實 你看 趙孟虎的油 陸宇 大家有喝茶 你知道嗎 陸宇曾經幫槐樹寫過鑽 槐樹也鑽 他說呢 槐樹自己講 他說不關下雨多幾分 那現在剛好 可以看下雨 下雨的變化非常的快 甚至會有 山東的感覺出來 然後他說 嘗試之後 他是學雲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 書版跟雲有什麼關係 其實就是變化 就是變化 學那個變化 最高級的學習都不是靈摩的 不是說我學這個詞跟他一樣 那是最低級的學習 學的跟他一樣 是最低級的 最高級是只學他的精神 比如說 語音常常會有變化 多情風 他就學他 然後痛快處 像什麼 飛鳥 出零 金蛇入場 右翼 側臂之入衣 側臂就是牆壁裂開 我們回家看就有了 角度都會有 地震過後就會有列文 看那個列文的 種的那個文路 那個就是天然的 那個是誰做的 少女 那個就是最美的東西 你們回去真的仔細看 會非常的美 但是你家人都會瘋了 你怎麼在看那個列文 那這列文很重要 所以他連列文都學 事實上這段文字過去 很流浩 他的作品你看 真的都有 真的都有 剛剛講的飄帶 就會讓我想到 當代的飛天 他是和尚 所以他在寺廟裡面 最常看到這些東西 所以呢 所以怎麼樣 所以呢 他就把這些東西 你們注意看這個 飛天的袋子的紅度 這就是飛天的線條 所以這一個人 絕對是唐朝的 為什麼 因為 這個油呢 致詞以後 整個書法史上 再也沒有第二個油 這樣子寫 一個都沒有 連說 散學 懷素 那些人 都沒有這樣子寫過 那這件事情 在書法史上 根本沒有被發現 根本沒有人知道 他本有這麼特別 不只有這麼特別 他裡面還有非常非常多 特別的作品 就是非常非常多特別的線條 可以用 那光是這個就可以顯示出來 他這個角色 他反映不是什麼東西 他反映的是唐朝的視覺文化 什麼叫唐朝的視覺文化 我們現代人有沒有視覺文化 用 我今天拿一支iPhone手機 拿一支三星手機出來 你就知道那個是iPhone的手機 那個就是我們現代人 共同的視覺文化 我拿一台特斯拉出來 你小孩子都知道 那是特斯拉 那就是視覺文化 所以他表現出來就是 共同時代的那個 視覺上的這個文化 這個視覺文化 所以在環術的秩序點裡面 非常多 完全是北宋的人所沒有的東西 因為北宋沒有什麼 沒有這個非天 就是沒這麼多 還是有一些 那這個字 這個字書 這個字是什麼字 寫刑法的刑 刑法的刑 刑法的刑 它很像一個符號 所以其實環術 這個刑這麼正常 不正常 一點都不正常 寫到不好看 非常好看 即使現代藝術 你也沒有辦法做到這樣子一點 很多現代藝術 會拿書法年書 來放到那個作品裡面 就是因為線條太美 它這個線條 有變化非常的複雜 就有折筆 然後這邊有偏封 又收中封 又轉過來 又偏封 又說中封 所以它裡面的屏風一直在變化 為什麼 因為不變化的話 你們覺得呆掉了 如果都是中封的話 那個線條不好看 所以 這邊剛剛有提到一個觀念 就是虛實的問題 就像你去吃大餐一樣 第一道叫牛排 第二道還是牛排 第三道還是牛排 最後點心還是牛排 我看你知道第二道已經吐不好 所以連上菜都有虛實 跟形式道有虛實 你看正常的形式這樣子 這個是不是 這是不正常的形式 不正常表示什麼 表示是懷術刻意要這樣子寫 那刻意寫就是它特特的 只有它這樣子寫 所以它其實蠻企合的 加上很多企合的東西在裡面 所以書法極簡可以極簡到這樣子的地步 但是牛排就像 到底這個是什麼東西 其實跟唐代的那個天靈的暗示 跟唐代的那個鳳梅 非常的相似 如果你去查那個精靈氣喪的鳳梅 就是這樣子的形狀 所以其實懷術知覺裡面 表現出來很多是它 它當時代的那個視覺文化 可是又去 目前藝術史在研究視覺文化的 最常漏掉的就是書法 英文書法叫做非具象藝術 書法不是抽象藝術 絕對不是抽象藝術 它寫什麼 它寫形 形法的形 所以它不是抽象藝術 它是書寫一個人造物 抽象藝術是畫一個 你根本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 比如說我傷心的感覺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它叫抽象藝術 它不是喔 它不是 它就是一個書寫藝術 所以我們只能稱書法叫做非具象藝術 那因為過去的 非具象當然不可能拿來研究 這個視覺文化 就非具象啦 事實上 它還是把它放進來囉 這很像那個鳳鸟的罐 鳳鸟的頭 往上飛那個效果 非常的 寫得非常的厲害 而且你看它只有一筆喔 一筆就結束了 當然這個觀賞書法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懷術在一千多年前 從這一筆寫到這一筆 的時間 全部可以切出來 像他們現在做那個 電腦斷層上 每一寸每一公分都可以切出來 比如說這個是 一千年前的幾點幾分幾秒到幾秒到幾秒 所以你幾乎可以知道懷術在這個時候 其實他的生理狀態是表現在上面 我覺得有一天 人工智慧在發展下去 一定可以判讀得出來 他在半死的人 搞不好也血壓心跳的 兩桌 我覺得有機會喔 非常的機會喔 目前這不行啦 那剛剛講到的線條 線條就是生命 那當然 你擁有這本書之後 看懂的線條之後 就無往而不利喔 就沒有什麼東西 一直看不懂的喔 為什麼這樣子講 來看一下喔 你看 右邊這個是 也是國法喔 乳窯無聞水仙 為什麼他叫無聞水仙 奇怪的名字喔 所有的乳窯都有開片 唯獨這一件的喔 所以有人就研究 那乳窯在燒出來的時候 究竟有沒有開片 還是後來才慢慢練 所以我們在等他會不會練 如果他會練的話 可能是後來才慢慢練 可是目前看起來沒有 所以 有可能是燒出來的時候 沒有開片 因為南宋官邀 全部有開片 那為什麼北宋的武藥 沒有開片 那當然他有他的美學喔 他有他的一整套的美學 那這個主導是看什麼東西 看他的線條 他的腰身 他的足 也是看線條 當然你可以看右側 可是事實上 我有過時期 非常厲害 當然是看線條 怎麼確定你不再是看線條 都不是看右側 右側現在用那個 就是說比較厲害 像現在 如果你們車子有去考慶的時候 一間圓色都對不準 現在都要變成對色 就說可以退了百分之百 你準 所以顏色 當然右還是有他的難度 不過 右側本身也是一個可以欣賞 不過顏色就是比他 比這個線條還要認識一起的 線條本身還是重要的 所以他的線條 可能會跟宋代理書法的線條是有關係的 那再來看喔 欸 美女 美女也是看線條 如果你們看西洋的 會畫十字一樣 他跟他都是看線條 全部都是看線條 所以大部分的藝術 有沒有沒有線條的藝術 發現幾乎沒有 包括印象派的畫也有線條 他是朦朧的線條 還是有線條 因為你沒有線條 就不成那個物體了 基本上不會存在 如果你是一團連色 包括那個一團連色 他邊邊也有線條 還是有線條 那這個當然身上有線條 有沒有 這個線條順不順暢 跟看書法一模一樣 欸 最重要的 應該有人確實有看過這一件 消失了快一百年出現 已公平的五馬圖 現在在東京國立國務館 今年11月會再更新展出 幫他慢慢告一起來 就興趣給你看 已公平的五馬圖 欸也是看線條 你看他身上 你看這個線條 跟這個線條也不一樣 基本上一樣 一樣的 人物的線條跟這個線條 是一樣的 所以你會看書法的線條 你就應該會看這個線條 而不是看這些立馬圖的線條 那個其實重不重要 不重要 不重要 因為中國話很早就脫離了 像不像 像不像 出動播講的是最低階的 那是小孩子畫畫 反正像不像很簡單 因為大家把手機掏出來 拍一張 不然以我一樣 那算什麼藝術家 那不算藝術家 所以他不是像不像的問題嗎 但是西方什麼時候 開始講像不像的問題 很晚 大概到印象派 現代藝術開始講像不像多人 他們以前早期的 都還是在畫暗像的 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是服務宗教 那服務宗教 就是要讓人民 讓看的人 幸福 所以你看到的東西是真的 所以要畫得很像 但如果是 你脫離的那個脈絡 因為中國話 根本就不服務人 他只服務那個花家 文人 在國通用的 所以他很早就進入這個 現代的 很早就進入所謂的現代的狀況 而且沒有變過 沒有變過 所以這本書的最後一篇是書法會變嗎 第一篇是書法的樣態 其實是從來沒有變過 所以回到剛剛講的那支筆 為什麼可以用一萬年 即使再有新的工具出來 毛筆還是會繼續使用 它並不會消失 對 書法也不會消失 只要毛筆還在 寫的那還在 就不會消失 你看一下這個線條 就是 他一樣有中風偏崩的問題 一樣有轉折 頓挫的問題 全部都是可以 一模一樣的東西可以用過來 如果他在畫這個人物的線條 他在畫一文的轉折 頓挫跟中風偏崩用的不好 他還是不好 他不會是一個好的畫家 一樣的評評方式 一模一樣 所以 有一句話大家都常常聽到 書畫同樂 可是做研究的時候把它晾在一邊 書歸書畫規畫 書畫本甲 這個很有趣 是要同學在各方面 來 這最重要的一張畫 為什麼要講到這一張 他們說要買個彩蛋 彩蛋 要一個彩蛋 要一個飯飯西三心 這是 當然 可能有人認同 我們有人不認同嗎 號稱中國會畫史上的蒙娜麗莎 但是也有人不怎麼 不怎麼以蒙娜麗莎為山 就是說犯官就犯官 幹嘛要跟蒙娜麗莎 扯上關係 蒙娜麗莎的時代大概 跟我們剛剛看的 柱子山差不多而已 那柱子山傳適的時候 有一兩百件 那藝術的等級 差不多啊 都是第一流的藝術家 對 只是因為 東西方的那個 勢力的問題 所以摩拉麗莎能感覺高 高一點這樣子 那這張當然是更了不起 這張去年千年展過 犯官的犧牲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就會 看到犯官的樣子 一定要講這兩隻 講這張貓 不講這兩隻啊 不行喔 對不起他 這兩隻犯官 躲在樹葉裡面 有人懷疑他是後天的 我今天就用線條的方式 告訴你 為什麼他不是後天 他絕對是青千喔 那從來沒有人做過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看不懂線條 不知道線條是什麼 犯官的樣子 為什麼不容易被發現 除了躲起來以外 第一個 第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 他的用筆 非常接近樹葉 這很合理吧 所以不容易發現 你以為他是樹葉 那用筆非常接近 不就是畫樹葉的人簽的嗎 那結束啦 就結束 不簡單 不簡單 還有 還有 這樣好像太混了 我花了很多時間 跟力氣去樹葉裡面找 找蛛絲馬跡 這樣你們看不清楚 這樣就很清楚 來 這一點就是這一點 這是樹葉喔 左邊是樹葉喔 這個橫畫就是這個橫畫的角度 這個地方就是這一個地方 來 再來 這裡 這一點是這一點 這個轉折跟這個 這個轉折 這都是在畫樹葉的地方 摺尖 寬的摺尖在這裡 如果你再認真找 我大概只找了十分之一的樹葉 還有十分之九的樹葉沒找 我覺得可以全部找到 這個線條跟畫樹葉的線條 一模一樣 完全沒有認真的不同 所以這兩個字 講說他是後貼的 或是比人簽的 就是看不懂線條 就這麼簡單 結束了 沒有了 所以當你看了折線條的時候 非常有趣 就是很多東西 你會發現根本就不值得討論 因為他就是事實 這沒什麼好爭議的 其實看了折線條 你不用這樣比 你就把樹葉的看一看 犯官兩次看 你就發現是同一個很寫的 根本就不用比 阿 比這個是要比給你們看的 就是因為你這樣看的話 比較清楚 所以呢 讓我們來看一下犯官這張畫 厲害在哪裡 當然他 石頭一定要畫得像石頭 樹葉一定要畫得像樹葉 重點就在這裡 重點在畫石頭的線條 再給你們看一個更細一點的線條 看一下這一條線條 想像一下你拿毛筆 要怎麼畫出這一段線條 他這個線條為什麼要這樣子 這麼齊群 因為他要表達那個石頭的那個 不平的那個效果 讓你感覺到 你在這邊跌倒會怎樣 片皮連傷 零傷喔 這是文威很差 所以他這個用了很多大量的片封 去做這些角度 都是一筆喔 他基本上這個沒有瞄喔 所以他要做出這些尖銳的 像那個 罐頭的那種效果 這就很難的喔 這個 這樣子的筆法在 後代法犯官的作品裡面 沒有任何一個人 可以畫到這個程度喔 幾乎幾乎沒有 有的話 還不是線條比較偏 變 把你把這個厚重 對 他這個很厲害 是因為他既偏封又中封 我不知道他怎麼做到的 這是他神無奇跡的地方 他展現出他超人的一面 所以這些線條 從你看這個自緒體的線條 到看泛灣的線條 到看李公民的線條 是一樣的喔 他們這些線條 都是最好的線條 梳化石上第一一面的線條 所以你要去欣賞是這個東西 所以泛灣這張的話 可以欣賞多久 一輩子喔 因為你要 一根小草的線條 你都要去 每一根去欣賞他 哪個地方用中風 哪個地方用片風 為什麼他這邊要 硬一點這邊要軟一點 他其實是有分辨的 全部都有 這些點喔 都有 這都有線條 裡面都暗藏了 螺旋機在裡面 所以這每次能夠看一小塊 就買不起 你看一小塊 你就會很累了 就會心力僵催 因為你就覺得 你已經 這一小塊 我都已經趕不上他了 看一整張 完全沒有機會喔 那結束了嗎 結束了嗎 意思就是 書法結束了嗎 還是線條沒有嗎 我希望如果有機會 下一本書可以寫 繪畫這麼美喔 就是從線條的角度去看繪畫 就是不同繪畫的角度來繪畫 對 那可能會讓大家有 不同的 的 視頻去欣賞一張畫作 對 就跟你證明書畫好 這些事情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謝謝